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友谊说二,小二的粉丝们,我又来了,订阅关注小二,娱乐资讯一网大进。 转眼之间,2020年已经过去,2020年的电视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2021年的电视剧有什么让我们期待的呢? 本期小二就给大家盘点下2021年小伙伴们最期待的十部电视剧,你最想看哪部呢? 第一部,《斗罗大陆》,这部电视剧是由肖战、吴轩怡、郑亦如主演的一部奇幻的电视剧,相信很多的网友对于这部小说是非常的熟悉的,小说的本身是非常的精彩的,很多的网友都非常的担心,这部电视剧最终会给我们呈现的什么的质量呢? 小二觉得吧,之前大家也是非常担心,陈琴丽,很多小说的忠实粉丝都担心会不会破坏了,心目中的完美。 但是剧情一播出,大家很是很卖账的,相信肖战主演的这部《斗罗大陆》也同样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第二部,《幸福传万家》,赵丽颖的电视剧自然是不用说的,肯定会有很多的网友都非常的期待这部电视剧。 在这部电视剧中,赵丽颖饰演的是一位非常坚强独立的农村女孩幸福,主要是讲述了幸福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律师成长成女强人的故事。 赵丽颖真的是古装与现代都可以驾驭。 第三部,《独株夫人》,杨幂和陈伟婷主演的一部大IP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自从官宣以来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期待。 这部电视剧主要是讲述了杨幂所饰演的女主和陈伟婷饰演的男主,及男儿他们之间的各种的爱恨情仇。 当然除了爱恨情仇外还有各种的全谋大忌,总之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古装剧。 第四部,《青三行》,杨幂和吴伟婷主演的一部古装剧,杨幂的人气自然是不用多说,他出演的电视剧几乎每一部都非常的火。 相信这部也一样会非常的火爆,你们认为呢? 第五部,谁是凶手? 本来赵丽颖的电视剧就非常的受人的欢迎,再加上这部电视剧是赵丽颖首次出演《悬疑》剧,更加的受到大家的期待了。 从官宣的片花来看,赵丽颖在这部电视剧的眼神坚定有内容, 小儿真是非常的期待呢。 第六部,《思藤》,小儿对于这部电视剧也是非常的期待。 女强男弱的组合,今天和张彬彬帅哥美女,稀奋无数呀。 这部电视剧主要是讲述了,讲青年,设计师,秦放,在一次寻根过程中意外触动机关, 与沉睡数十年的思藤相遇,在帮助思藤寻找绅士真相的过程中, 两人彼此相知,并克服重重阻碍,共同成长的故事。 第七部,《余生请多指教》,这部电视剧真是让很多的网友都非常的期待, 自从官宣后,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间就一直都是一个谜。 据说这部电视剧有望2021年的1月份播出,然而还没播出,真是等得交集。 第八部,《繁花》,这部电视剧是由胡哥和马依丽主演的, 主要是讲述了阿宝、卢生、小毛三位主角的上海往事。 第九部,《冰与火》,陈啸和王一博主演的警匪片, 陈啸在这部电视剧的饰演是一位孤单英雄和王一博饰演的明镜, 他们两个强强联合,一起将贩毒团伙击败的故事。 第十部,《鬼吹灯之云南重古》,这可能是《鬼吹灯》系列最奇鬼恐怖, 最接近《原著》的呈现,2020年《鬼吹灯》之《龙林迷枯》以27万人打出8.3分的成绩, 成为史上最高分鬼吹灯。 《云南重古》正是潘月明、张雨琪和江超组成的摸金三人组, 加上导演、费振祥等远班人马拍摄的续作。 不论演员人选还是特效之作, 这都有可能是最接近《原著》的一版《云南重古》, 从预告片中出现的旁人来看, 剧迷们兴奋又激动地表示高度期待。 好了,本期小儿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小儿的内容, 就请点赞订阅关注我, 你们的肯定是小儿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啦!